自传式的艺术语言呈现出沉默而哀期的孤极美学 二十世纪上半叶是全球人口与文化流动最密集的一个时代 有些人过了理想而出走 有些则是因为战祸而离异 无论如何相仇与孤极存了多数人的集体情节 王攀元自传式的艺术语言呈现出沉默而欺哀的孤极美学 以标题极尽之境 道敬王攀元颠沛流离至晚年豁达而淡薄的心绪 除了走上相反的离异之路 更多了一层无奈与悔恨 这样的情绪使王攀元的艺术直观自身心底的孤极 历史的伤痕烙印在身上 让相仇成为他与台湾近代历史的共同镜像 王攀元将自身生命的缺憾寄托于绘画中 让自己投射于画中孤独的动物 人影 孤凡与污舍 那孤独而抑郁的艺术语言 映照着他人生大半辈子的流离失所 回不去的原乡 在画中喃喃迎探已碎的思想梦 独特的孤极美学 不只反映王攀元个人的遭遇 更是那个时代洪流下的显影 他将个人坎坷经历 以象征手法入画 画面结构简约 用色精准 极度压缩反映他的心境 十方新闻记者赖伊荣台北采访报道